赵忠祥是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主持人 他沉稳厚重又不失亲切地匿 如雅大气而又自然洒脱的主持风格 太过于深入人心 中央电视台一个时期内只有他一位男新闻播音员 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一个时期内只有一套动物世界节目 赵忠祥1942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 赵忠祥1959年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 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期间采访过美国总统卡特 1984年起先后主持过12次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2010年7月与朱迅搭档再次主持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 在综艺节目中曾先后主持过15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国庆45周年 50周年香港澳门回归等大型晚会 主持过政大综艺霍好评 积极投身于环保宣传20余年 由于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为代表栏目 过去的赵忠祥在央视40余年 基本上等于这个国家电视台的脸面 几乎所有重大的主持都无法遗漏他的生合影 他的言行 他的形象代表央视 也代表国家 尽管他也曾长时间主持央视春晚和正大综艺 不能说与娱乐绝缘 但那也是端庄的幽默 是国家化娱乐 个人生活赵忠祥妻子是张美珠 1968年两人结婚 儿子赵芳 张美珠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 在印尼语祖工作 赵忠祥说 他和妻子感情很好 夫人很贤惠 善解人意 心力特别善良 夫人几年前一退休回家 再带孙子 两人相濡以沫 恩恩爱爱 相伴走过了51年的经婚 如今迈向了幸福的52周年 从年轻的小姑娘小伙 到了如今的爷爷奶奶 爱情变成了亲情 还能如此的恩爱 真是年轻人的楷模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